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弟兄姊妹 先感謝馬牧師和馬仙舞 真是看著我帶的 我一順著就跟著他們去服侍、去經歷、成長 我也很想藉著今天編導的機會 我很想獻給聖靈、尊榮聖靈 很想多謝神在我信主22年這個大令 很多人不信耶穌 但能夠跟著聖靈的河流 真是我的福氣 每一次偏離一點 聖靈又帶回我 無論在祂的國度或祂的家 一邊走一邊走 你真是明白一件事就是 你了神不能作什麼的道理 所以是我的榮幸 今天可以去講 但也是一個機會 多謝聖靈在我這22年來 每時每刻去祝福我 帶領我、去幫我、去成長 很快去看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 我選了這段經文 是沒有聖靈的 但是聖靈在裡面 是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 是一個故事來的 大家很容易明白的 在《約翰福音》第一章 是說到耶穌 開始傳道的一段時間 去收門徒 這裡 讀一次日下 在一章43到51節 有一次日 耶穌想要 王嘉利利去 遇見肥力 就對他說 來跟從我吧 即肥力就是 白塞大人 和安德烈 和彼得同成 肥力就找著 拿彈葉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 所寫 和眾先知所寄的一位 我們遇見了 就是約室的兒子 拿撒勒人耶穌 拿彈葉對他說 就說 你來看 拿撒勒還出什麼好東西來呢 肥力就說 你來看 耶穌看見拿彈葉來 就指著他說 看那 這個是真以色列人 在他心裡面 是沒有鬼詐的 拿彈葉對耶穌說 你從哪裡知道我呢 耶穌就說 肥力還未招呼你 你在無花果樹底下 我就看見你了 拿彈葉就說 拉比 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穌就對他說 因為我說 在無花果樹底下 見到你 你就相信了嗎 你將要看見 比這更大的事 又說 我實實在在這樣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的身上 這個故事呢 可能大家看《約翰福音》 都看到的了 他這一個 就是說到耶穌去收門 其實他前面那裡 是說到耶穌在若旦河外 那個八大利那裡 遇見施洗約翰 施洗約翰 就介紹了兩個門徒 跟隨了耶穌 就是安德烈和彼得 然後到這裡 他預備去加利利的時候 就遇見肥力 而且肥力就找他的朋友 就是拿彈葉 拿彈葉這個名字 只是在這裡出現過 有些人覺得他是巴多羅馬 可能是同一個人 因為經常跟肥力一起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就稱去拿彈葉 看到的時候 他就說 有什麼好東西出 都沒有名人出過 耶穌看著這個人 說一句這樣的話的人 就跟他說 這個是真意識年人 心裡沒有鬼詐 我剛才看到你 你在無花果樹 你在默想 你在祈禱 我看到你 就是一句這麼簡單的說話 就得著拿彈葉這個人 我們看回聖經裡面 耶穌去行事 是一個完全人的樣式去行事 其實他也是靠著聖靈的能力 到處去治病 趕鬼 甚至是一些很偉大的神跡 不餅而餘 餵飽五千人 說真的 這些這麼厲害的神跡 麻蜂病 都馬上得醫治 鬼馬上跳出來 那些人在地下點 或者是水又變酒 這些很厲害的神跡 立刻有人相信耶穌 立刻有人跪拜耶穌 這是挺自然的事 但是耶穌靠著聖靈的能力 去行這些神跡歧視 是很多的 但是呢 更令我們驚訝 就是耶穌靠著聖靈 說兩句說話 就叫一個人降伏 這個呢 就在聖經裡面 都出現過好幾次 我們就是剛才說的 那種 孟師所說的 就是那種知識言語 智慧言語 這些說話 一兩句說話 就得著一個人 在聖經裡面 都發生過幾次的 就是呢 如果大家記得 在勞家福音裡面 講到西門彼得 他就 網了一晚的魚 網了一晚的魚 以他專業的知識 就知道 他網了一晚的魚 是不可能會再有魚的 但是耶穌說 去到水深之處 去再網 接著呢 那些魚呢 那些網 都藏不住 這樣裂開 很奇怪 其實耶穌是沒有做些什麼 只是去水深之處那裡看魚 對著他 做漁夫的專業 跟他說 你可以這樣做 接著彼得照做的時候 很奇怪 彼得的反應不是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你讓我網到那麼多魚 賺到那麼多錢 不是啊 他的反應很特別 他就說 主人離開我 我是一個罪人 在一句這樣 知識的言語 就改變了他 他就有一個認訊 就說 主人你走開 我很害怕你 你是神 我不配 在你的面前 我是一個罪人 另外一個就是 井旁的薩瑪利亞婦人 大家都記得 跟耶穌去聊天的時候 耶穌就叫她 叫你的丈夫來 然後她說 我沒有丈夫 然後耶穌也是同樣 說了兩句說話 扭轉了她 她就說 是啊 你現在沒有丈夫 不過你曾經有五個丈夫 現在那個 都不是你老公 這句說話就 扭轉了她的心 打中她的心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他把那些水罐全部扔下 說 哇 為什麼這個人 把我所有的事 都說出來 難道他是 難道他是基督 難道他 就是那位的救主 為什麼會 兩句說話 就可以把一個人韓服呢 究竟耶穌做了什麼呢 耶穌透過聖靈的感動 只是說那兩句說話 為什麼就可以扭轉人 一個人的生命呢 他看過那麼多 前書那裡提到聖靈的言語 這裡就這樣說 他就說 只有 神去藉著聖靈 向我們顯明 因為聖靈參透萬事 就是神心無的事都參透 除了人裡頭的靈 沒有人知道人的事 就是這樣 除了神的靈 都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們所領受的 不是世上的靈 乃是從神而來的靈 叫我們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的事 不是用人智慧指教的言語 乃是聖靈所指教的言語 將淑靈的話解釋淑靈的事 這裡說聖靈去參透萬事 那個參透萬事的意思就是 search 那個意思就是去探究 探究在這些萬事的裡面 是探究神那個最深奧奧秘的事 最近我經常看一些上網的新聞 探究香港的一些現象 探究為何MIRROR這麼紅 為何姜濤這麼紅 有很多探究的 探究很多現在香港的政治狀況 社會狀況 是很需要一群年輕人去充氣一下 叫我們開心一下 用很多社會學 心理學 人民學 人類學 總之什麼 去探究這些事 但是如果人最高峰 去探究一些事 都是人的靈 都是人 人意裡面的智慧 但是聖靈的探究 就是把神那個最深奧的事 去探究下去 這些萬事裡面 當這樣的時候 聖靈很好 他就說 當聖靈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他可以讓我們用熟靈的話語 把這些深奧的事能夠釋放出來 我還有一次 聖靈說參透萬事 是神深奧的事都探究了 就是把萬事 以神深奧的事去探究 探究那個神 最終那個計劃 最緣起那個心意 然後用熟靈的話語 感動我們的心 去講出來 然後有什麼的結果呢 在《該不多前書》十四章那裡 先知講道可以講 都是用聖靈的話語 去說出神的心意的時候 他就說 如果有不信的人 或者不通方言的人 進來的時候 他聽到這些說話 他突然間被勸醒 被眾人審命 然後心裡面的隱情 就顯露出來 那他念苦福在地上 敬拜神言 就是說 神真是在你們的中間 就是說 如果當我們被聖靈感動 用聖靈的話語 將神的深奧的事 在那一刻 用那個說話 釋放出來的時候 原來神的靈 就跟人的靈 那個隱情的那個位置 突然間有一點就相遇了 突然間那種相遇 就是兩句說話而已 有一種的韓服就會發生 就是說 神真的在這裡 神真的在我面前 神真的知道我 神真的明白我 神真的愛我 是這樣的經歷 所以這兩句說話 原來是這麼厲害 這麼震撼的 所以 我們看回剛才那個故事 耶穌透過聖靈的感動 發出了兩句的知識言語 知識言語就是 你都不認識我 你會說到我的話 這樣 剛才那裡呢 第一個 這個 見到 拿彈葉 他就說 這個是 真意識裂人 心裏沒有鬼差 其實剛剛拿彈葉 才說了一句不好聽的話 他就這樣說 拿撒勒有什麼好東西出啊 這樣 如果你住 住哪裡好呢 住觀塘 或者我們在觀塘做事 然後我們說 啊 觀塘很有恩高 然後如果有一個人 突然走來 跟我們說 嘿 觀塘有什麼好東西出啊 觀塘的機構有什麼好東西出啊 這樣 我們會很傷啊 我們的心會很傷 怎麼會啊 為什麼 耶穌不是 耶穌就說 哇 哇 你真的是真啊 真意識裂人 如果你知道 神怎麼看呢 所謂真意識裂人 這句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讚美 很大的讚美 哇 你是真意識裂人 你是真心的 你對神是很真的 很真心 我剛剛才說完你 你都會這樣說 最好笑的是 拿彈葉的反應 那種後面皮 很厲害 就是一般 如果有人喊 喂 Vicky 美女 你好 美女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認識我 這樣 其實那個反應是這樣 拿彈葉當時的反應就是 你從哪裡知道我 你怎麼認識我 這樣 其實這件事挺不害羞的 不過 說真的一句 其實 你自己稱得到自己是怎樣的 例如 我都深知自己都是忠心 and 勤力的 如果有同工 或者馬斯莫跟我說 說 Vicky 你真的有忠心 有勤力 那我都會 嗯 是的 這樣 或者不是的 這樣 但是如果 有一個先知的人物 走來跟我去發語言的時候 他完全不認識我 然後他在靈裡感動 Vicky 我看到你靈裡 你這個人 真的有忠心 有勤力 我就真的念苦服在地 然後說 神真的在我們的中間 你真的知道我了 我就會認識 那但葉都真的很真心 他真的有型 他沒有說 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這樣的事 好像剛才 馬牧師所說的 有一個羞恥文化 就說 不是的 不是的 哪里哪里 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這樣的事 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哪有這麼好 沒有去假 他真的有型 他真的有型 這個其實很觸摸到 那但葉的心 因為 覺得真的 很被愛 很被肯定 很被知道 是的 好 然後第二個 就更加震撼了 他就說 耶穌就跟他說 你剛才還沒有跟肥力聊天前 你坐在無花果樹下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你了 幸好 剛才是去無花果樹下 脈想而已 幸好不是去賭馬而已 幸好不是去吸毒而已 幸好不是去跟別人說是非而已 所以 我想 那但葉 我覺得這一種的心 這種的敬畏 要在我們裡面 如果有一個先知性的人物 或者是弟兄姊妹領受到 神知道你剛才是怎樣狀況 你剛才很傷心在哭 至於看到你昨晚怎樣去祈求 我想不是真的一件單一的事件 為何那但葉 是立即跪在那裡說 你是我的王 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有一個敬畏產生了 如果你看到我剛才 在無花果樹下 默想你見到我 那你見到我剛才 你都會見到我昨天 你都會見到我前天 你都會見到我一年前 十年前 組裝十八代 你都會見到我 你見到我就是全部 但是你這一種的見到 是一個帶著愛這樣去跟我說 我剛才見到你 我見到你剛才在做什麼 我們不要論斷自己 我們從主那裡得著稱讚 但我相信我們裡面 要產生一種的敬畏 我自己在一些經歷裡面 當然權能的服侍 這些是很震撼的 鬼馬上出來大叫 吐 或者是 徐腿走得回來 這些是很震撼的 但是也有一些經歷 就是可能真的兩句說話 是突破那個人 他跟神立即有一種的相遇 被知道和深深的敬畏 很多年前 有一個姊妹 她是免疫系統 很嚴重的毛病 她全身都已經紅斑了 一般我們 代討者看到她的外在 可能問她什麼事 或者祝福她的皮膚 或者外在地去看她的情況 為她祈禱和醫治 我記得那次她很震撼 她說 代討者來到我身邊 為我祈禱的時候 她祝福我的神 她說其實 在我的免疫系統毛病裡面 我不介意皮膚 我不介意外表變成怎樣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我的神 我一直都擔心我要洗神 我擔心我要換神 因為打擊得最危機的位置就是神 所以在她裡面 她最擔憂就是神 如果我們一般 為人祈禱 可能就是按著她的外表 這樣去祷告 但是那一天 代討者是先知性地去領受到 主你祝福她的神 你保守她的神 她很感動 她突然間跟神有一個很深的相遇 主你真知道我 我敬畏你 我最怕的東西 最擔心的東西 你說了出來 後來她去檢查的時候 隔幾年 她跟醫生 醫生做了一個檢查 就說恭喜你 你這麼多年這個免疫系統的病 你的腎保存得很好 Hallelujah 最近也有一個經歷很有趣的 我幫了一個姊妹 她是一個院舍的護士 她負責院舍裡面所有的安排 事無大小都是她安排的 又偏奸 忙到不得了 忙到其實很痛苦很辛苦 所以就需要有人祈禱 我就為她祈禱 一直在祈禱去領受 都是關於她工作上的困難 一直在哭 去到一點 我就看到一個圖畫 冒險都要問她 我說 我看到士巴拿 其實我看到士巴拿 我已經覺得 其實士巴拿跟你的工作都無關 為什麼會看到士巴拿 不要緊 照說 先問她 士巴拿對你有沒有什麼意思 她就說 沒有 想了很久 沒有 沒關係 我都不用士巴拿 我工作不需要 突然間聖靈 揭她心 她突然間醒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是什麼了 她說 其實我們醫院 我們的院石其實是這樣的 那些床 或者我們很多維修 就會有一個叔叔 來幫我們做維修 那些床 那些東西 有時候睡不下 有時候拉不上 有時候櫃就懶 那我們就要找叔叔 來幫我們用士巴拿 扭 扭好她 但是叔叔就很論盡 叫了她今天來 她又會不記得 一會兒不叫她來 她又會來 來了修理的東西 都還是壞的 又是睡不下 又是拿不上 很激氣 這樣 然後她就在那裡笑 然後我說 神知道 你的工作很大的困難 但是 連這件很細微 這件令你都很苦惱的事 她都要提出來 去幫你 然後她是發提為笑 就是很傷心 很難過 但是突然她就覺得 很野笑 為什麼這個 士巴拿事件你都會知道 神你都會說 你都會覺得重要 我都 如果排100樣東西困難 我都未排到士巴拿事 會知道我這一件很苦惱的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這些真的很 很開心 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 神真的可以這樣 來幫我們去突破 我們現在 和神的這種 很深的一個相遇 我想去分享一下我自己 經歷聖靈的經歷 我剛才說過 我信主22年 有一些年紀 我很小時候信耶穌 好 那 即是說一下我怎樣信主 還有 我是很有恩典 祝福 這樣 是 信主和聖靈充滿 是一同經歷的 我聽過 孟師說很多次 最好不要分開 最好一起經歷 這個是最大的祝福 我都覺得 我真的有很大的祝福 大的祝福是 我沒有浪費過一天 我沒有浪費過一天 我每一天都經歷在 聖靈那種的充滿 和恩典和愛的裡面 為什麼我會要說 我自己的聖靈充滿的經歷 和今天編導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你剛才看到 耶穌讚那但葉 他就說 如果你在這些 這麼小的事上面 你都看到我的 恩典大能的話 你會見到更大的事 你會見到人子上去下來 你會見到更榮耀兩個領域的事 你會見到屬地領域的事 你也會見到屬天領域的事 我自己就是一個這樣的經歷 待會你會在我分享的故事裡面 你會聽到 其實我有一件很小的事扭轉了我的心 一件很小的事扭轉了我的心 以至到 我就 打開了我的心 完全被聖靈充滿 我是未回教會 我經歷聖靈充滿的時候 是完全未回教會的 是那一段時間 我想人生你走到一個階段 你做事做到一個階段 你樣樣去卡住 撞牆 很困難 同事有杯葛梨 那一段時間 就是我很需要幫助的時間 時常都在找一些書看 或者思考 我記得我有一天走路的時候 突然間 自己問自己 說 這個世界 其實有沒有至真至善至美的事 究竟有沒有 那我真的聽到 感覺到有一個聲音 就是說 聖經裡面有 你去看 那我就回想 以前 有人跟我說過 如果你去看聖經 你就看新約 容易看些 那我就真的打開 四福音書 馬太福音書 那些就在看 但其實看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雖然每個字都懂 但都不是很深入感受到的 去到我的工作 我各樣的狀況很差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 我中小學的時候是天主教 但是那時候都會有天父這個名詞 那我就 其實我是不知道世界有神的 其實 我是一點都感受不到 不知道這個空間裡面真的有神的 但是我只知道 我要祈求一下 我要試一下祈求一下 我現在真的很大件事 很糟糕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在這個公司裡面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蠟燭 這幫同事 是杯葛我到一個地步 我已經受不了 我每天都哭了 有一天我對著窗口 就說 天父 別人叫我叫你做天父 我現在很有問題 我公司 我不知道怎麼辦 可不可以幫我 我記得大概是這樣 那我就沒了一件事 就睡覺了 那兩個星期 就把我所有的問題解決了 很奇妙 完全解決了 人際關係 即是說 明明那些人杯葛你 那兩個星期 那些人是自己 突然間跟你康復 都挺不可能的 明明是很感動 這是一個大事 然後我就 哇 真的有神嗎 真的有神 這樣望左望右 這樣 那我開始有一點點 知道有神 但其實我 沒有聖靈 即我可以這樣說 現在今天 我只知道 有個手在幫我 但是我 我不知道 怎樣跟他溝通 我開始有點害怕 然後呢 我很真實地 跟他說了一句話 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 會說這些話 我想這個意思是 可能有個男生對你很好 但是你不喜歡他 類似可能是這個意思 那我就 我就跟這個神說 他說 神 其實我都知道你很好 你幫我很多 不過 我不愛你 我不愛你 這樣 為什麼可以這麼真實 我不知道 任何人會說這些話 但我自己在亂說 你這樣說 我就說 我不愛你 我這樣 不好意思 我不愛你 這樣 因為可能我個人 就是很 好意回報 回報別人 人家對你這麼好 你報答別人 但是我報答不了你 因為我對你沒有感情 類似這樣的事情 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是講這件小事 其實每天都 繼續有些恩典 你都感覺到 他真的幫你又幫你 我以前公司 是做 職業介紹的 很講生意 這樣 有時候真的坐爛板椅 坐一天都沒有生意 這樣 那天就在那邊發霉 自己在那邊發怒 神又說好的 都不幫忙 你也是覺得 這個神 經常都是來幫你做這個做那個 祝福你 這樣 我記得那天是五點半下班 五點半下班 看著那個標 看看 五點半 沒有了 沒有生意了 OK 下班 大概應該五點 可能二十分 或者二十五分 突然間有生意 有生意 我突然間知道 我跟神有一個對話 他說 你剛剛說什麼 你正在投訴沒有生意 不過我聽到 我馬上給你 我覺得 我覺得 更重要 那個爆炸力 更重要 那兩個禮拜 幫我處理了 我的人質關係 我覺得 是 多面這樣 兜面這樣 跟你說 我在這裡 這樣 我就 跟這個神 我說 我今晚會跟你說話 我今晚就會跟你說話 長年 其實我都是睡得不好 就是在我順主之前 一直都不好 我是大概五六點 我就會窄醒 是內疚 總之 五六點 我就會窄醒 內疚 覺得自己不好 以前做錯事 很差 五六點就是這樣 那一晚 我就有一個決定 我就說 我今晚要跟你說話 不知道為什麼要跟你說話 我那時候還沒回教會 又不知道什麼叫缺制 我那晚就睡在床上 我就覺得 迎面 很清楚 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但我覺得很接近 很接近 然後我感覺到 聲音跟我說話 跟我說 你把你以前的東西跟我說 我會原諒你 我會原諒你 我就 我就 我就說 我就說 我就不斷說 說完我內疚的事情 我就說對不起 我做了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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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沒回教會 沒有人帶我信耶穌 不知道什麼叫信耶穌 我只知道 他說 原諒我 很快地 你是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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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知道是聖靈 但是 我是感覺到 他進來 我現在就知道 叫做聖靈充滿 就突然間 充滿了 充滿了 心 我很記得這種感覺 是 我羨慕了很久 我記得 我從小到大 我覺得 裡面最充滿 最感動 最感覺到愛 就是 我七八歲的時候 和媽媽 因為我媽媽 不是那種 會抱得你很緊 會很疼 很疼你 那種 但是我記得 有時候 我會 凌晨的時候 七百歲 不知道為什麼 和媽媽 和媽媽 什麼 我記得 有一秒鐘 我很感動 和媽媽這種親密 很感動 然後 一份原諒 沒有了 我也有一種的事物 就是 這種激動感動 如果永遠停在那裡 就好了 那我就知道 過一刻 聖靈進來那一刻 沒有走 沒有離開 繼續在那裡 到今天 都會 我真的摸一下心 這麼好的 二十二年都沒有走過 真是好 離開過一次 都沒有離開過 那也是有些超自然的經歷 那天 那一晚 他進來我的心 就是 代表他完全原諒我 接納我 說我的心 很好 你的心 是 給主耶穌 就是我都不懂 主耶穌的血去潔症 那些我都不懂 但是呢 他就入了我的心 然後告訴我 他在我裡面 然後 有一種超自然的經歷 就是 我突然覺得要滴水 滴在我這裡 在眉心那裡 這樣 這麼有趣 我剛才不是說 五六點我就會醒醒 每天早上 內疚 但是那天 就是 睡 沒試過睡得那麼甜 睡得那麼深 很溫暖地睡了 一醒了 就做一件事 四周圍跟人說 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接著那些人說 什麼事 升職 還是家人 不是 我相信了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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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得很完整的 主耶穌基督 一個字都不可以少 我相信了主耶穌基督 這樣 然後呢 把手上那些水晶鏈 不知道什麼 全部都扔走去 不要 什麼都不要 不用了 這樣就開始 看看聖經 那 一定要講完這個部分 再講 然後呢 突然間 一個禮拜前說 不愛他 突然間 一個禮拜之後 很愛他 很愛很愛很愛 愛到現在 22年了 22年 這個感覺 我可以跟人說 很多次聖靈充滿了經歷 但是 我的起源 和神的關係 和聖靈這種心的互動 就是22年前那一晚 正是那一晚的開始 就一直到現在 很厲害 聖靈這麼厲害 我都會 為什麼你 從那時候開始那個禁忌 到現在 是這麼震撼的呢 好了 接著 因為 你愛神 會報答神 這樣 就快過年 好了 我決定要回教會了 因為在我區 也有很多教會 但是呢 我在門口那裡 撞了N字牆 有種子 想進去 就 進不了 進不了 然後 不行 我就要打回 我的舊同學 是我以前大學的同學 他真的很害怕我 因為 我是 你不准我說耶穌 千萬不要跟我說耶穌 翻臉 我是這樣對他的 所以那天打電話給他 他很害怕 他說 我不敢收線 因為我怕我在做夢 我怕收線 原來不是真的 他都對我真的不錯 好了 打了給他的時候 他原來在 我們有一個 現在有一位領袖 大家認識 富蓮 Anker的家裡 他們是舊教會的朋友 來的 舊教會的好弟兄姊妹 他在那裡擺錶的時候 我跟他講了很久 我信了主 我自己找到耶穌 他就說 你回我的教會 過海很遠 我又有一點遠 雖然現在我很愛神 但我都希望 近近地回教會 但很有趣 那時候已經有一種 懂得察驗 是否神叫我去你的教會 我都想著 壯年犧牲 好吧 過海也要 怎麼知道 就被富蓮在旁邊 偷聽到我們說話 他說 你的朋友是否想回教會 他說 是呀 他說 我們下星期 開一個初訊課程 你問問他 來不來 第一屆的初訊課程 然後他說 我們在西灣河 然後我就會說 一間教會幾十年 現在才開第一屆的初訊課程 這麼有趣 我也挺有理性的 好有趣 但我第一次就察驗到 這個課程一定是為我而設的 沒理由我剛剛打電話來 你又會有一個第一屆課程 一定是為我而設的 好 西灣河也OK 所以就約了 李富蓮 富蓮了你聽到的 我再一次多謝你 後來就成為我淑蓮媽媽 就在西灣河文魚中心等我 然後說 我們有啟發課程 這個叫啟發課程 是第一屆的 我們有飯吃的 然後我們走過 有一間叫什麼 忘記了什麼海鮮酒家 走過 我就想轉上去 因為我以為吃飯是大貧營食 是一圍圍的 然後他說 不是 繼續走 原來在地牢裡叫做道會 也很開心 我第一首詩歌就是 靠著耶穌得盛 然後我就這樣去經歷 去經歷到主 然後我就一直在 大家都記得 在沙浸成長 去完解發課程的第一課之後 馬牧師親自跟我去訣誌 他說你信了耶穌沒有 嗯 我家裡已經信了 他說 那你自己有沒有做過訣誌祈禱 他說沒有 他說我現在帶你做訣誌祈禱 他說好吧 做訣誌祈禱 那時候才正式做了訣誌祈禱 做訣誌祈禱 兩個星期之後 嘩就慘了 接著就 我們叫做熟型爭戰那些東西 心步步步跳 接著那些蝙蝠又在你面前飛 門又扮 接著又有一把聲音說 你信那些東西是不是假的 騙你的而已 總之就是這樣嚇你 接著呢 我覺得聖靈真的好 教我打仗 就是總之 這些這麼恐怖的東西 蝙蝠又飛過 門又扮了 接著又睡不到 我很記得我進二林書局 一進去 立即 心跳 立即靜了 接著我 原來 走進去這些熟靈的地方 這些書局 就沒事了 再進幾次 進第二次第三次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繼續自己打仗 我記得聖靈去教我 就去真正說 我就算相信到瘋了 我也要相信 我不會放棄的 我會繼續這樣下去的 我覺得我這個硬頸 就是 它沒有我的辦法 我今天有點像 魔鬼視探耶穌幾次 沒有你辦法 走吧 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之後 嘩 真的好生晚 然後呢 立即 到處去講見證 這樣 我還記得 就是馬牧師 他真的是一個很 很 很 觀察始終的 我記得那時候 他啟發營 我去拿一張照片給他 我說 我那時候順主大概一兩個月 我要去短孫 我要去日本短孫 哪有人順主一兩個月去短孫 啊 他說馬牧師呢 很棒啊 他說 當然趁你現在這麼火熱去宣教 難道讓你沒有了感覺 膽膽了才去嗎 好 我幫你簽 我連浸禮都沒有浸 我又沒有跟過師傅 那他給我去短孫 他竟然簽我啊 他給我們掌聲 馬牧師 他真的是 他22年前 他已經是這麼瘋的人了 沒有可能的 就是一個中派的主任 一個未受浸禮的 也不知道他 聖經是否也沒看過的人 他給我去短孫 結果那個機構不讓我去 他說 你都未相信一年 不是 他說你都未受浸 對不起啊 姐妹 你不可以去的 但是不要緊 不要緊的 哈哈 我已經去了N次段孫了 很想去說 自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真的見到更大的師 我今天很想去 有一個感動 就是說 可以在很微小的事 去經歷聖靈 我想去說 如何去深深地經歷聖靈 如果在我經歷聖靈的經歷裡面 我很想有幾個建議給大家 如何能深深地去經歷聖靈 我覺得 每一個人屬靈的光景 程度都不同 我會建議大家 去坦誠自己現在究竟是怎樣 譬如你信了主一段時間 你經歷過聖靈 但是你離開了 你就跟主說 我現在不愛你 或者我對你沒有感覺 這樣 說真話 就像我當日那樣 我就跟神說 我不愛你 神很歡迎我們去說真話 把現在你的屬靈的狀況 真相告訴他 那他就在你這個起點 學務那裡去開始 第二個就是 我會鼓勵大家 可以在一些很微小的事上 去感受到主 對你一份很體貼的愛 主知道你 就像剛才我有一個經歷 就是 我沒有生意 我幾乎的時候 突然逢一個小生意 也不是說什麼大生意 突然給一個小生意 那一刻 跟神有一種對話 你聽到我發怒騷 剛剛而已 你就來回應我嗎 感受到主的愛 然後到晚上 有一個認訊和認罪 認訊其實是很重要的 認訊是很重要的 你看看拿彈葉 就說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彼得說什麼 主啊 離開我 我是一個罪人 瑟瑪利亞婦人 是這麼說 你們來看看 有一個人把我掃來的事 都說出來 難道那個是基督 我們需要有一個分水嶺 去認訊 祂是我的主 我的王 不是只是因為缺制 說了幾句 而是你從心裡 去跟祂說 神啊 沒有別的 我要再跟隨 只有你 你是我每一個主 你是我每一個王 我要緊緊地跟隨你 我肯定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在這幾件事裡面 我們能夠 可以這樣 去跟神 去相交 經歷的時候 我肯定聖靈 去大大充滿你們 你們每一位 我最後很想說個故事 其實這二十年來 我也有一個 叫做跨口 因為我沒有在教會那裡缺制 那我就會覺得 是我找到神的 就是我 自己回應神 我自己拿來 相信了主 直到前幾個月 我就去收拾東西 收拾自己的物品的時候 突然打開一個檔案 我看到一封信 我看到一封信 原來我是1999年信耶穌 我經常都以為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信耶穌 第一次認真的信耶穌 之前那些全部都不算 我不會覺得我自己 以前有信過主 因為我一直都拒絕 你不要跟我說耶穌 我最真是說耶穌 我不會做基督徒 你走開 我是這樣的態度 但我真的不記得自己 其實我1992年去參加了一個高山報道會 那時候有些朋友叫我去 我還記得 蔡元雲醫生說了一篇道 我那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什麼是信耶穌 總之 你很感動 覺得很感動 我就舉手 舉手就糟了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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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後悔 因為他抓了我下去 那我最怕人呢 繼續跟我說話 說服我 怎樣回教會 開始你怎樣 一二三四五 不要說了 其實我不是真的信的 我想走 那他們很認真 原來會給你一封 認信 恭喜你 周小姐 周姑娘 周姊妹 你相信耶穌 你從此就開始 你教會的生活 你開始就跟神去商交了 那我最近就畫了這封信 為什麼有這封信 我都不記得有這封信 那我就打開了 另外很震驚 是最後一句 他竟然在那裡就說 稍後普光人浸信會的基督徒朋友 會聯絡你 和邀請你參加聚會 我就說 七年 九二年到九九年 很不認真的那一次信耶穌 怎知道神是這麼認真呢 因為我一 缺了智之後 我一下去 說陪談之後 我就走路了 我就不去了 不要搞我 我是信的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 又坐又站起那些 又唱歌 我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 納了一封信 回去 我就沒有看 但我今天看回 我很震驚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過 我找我大學的同學 然後 他去了 庫聯 家裡拜年 就是他們 帶我回 沙基灣浸信會 大家都記得這個故事 我打給那個大學的同學 他就是土光人浸信會 的 姊妹 我覺得相隔七年 應該跟他沒有關係 這封信 但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會 土光人浸信會 基督徒朋友 會帶你回教會 我看到這封信 是 我發呆 我說 什麼事呢 聖靈 你原來 你在指導整件事 你 那次這麼不認真的信主 是 在你裡面 你都計 你已經計劃好 你已經籌劃好 七年之後 我會猜派一個 土光人浸信會的朋友 會接待你 會帶你 就算是anchor 他以前也是 土光人浸信會 的姊妹 是他們帶我回 沙基灣浸信會 22年 我可以從一而終 可以跟隨這一對 這一對的牧者夫婦 馬牧師 馬師母 和那些弟兄姊妹 到今天 不只是在講一個堂會 是不是這個名字 也去到今天 這一把家人 仍然是我的家人 就是那一次 之後 神的應許 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 他說 你會見到更大的事 可以這樣讀 就是耶穌 就對我們說 因為我說 見到你這些 因為我做了這麼小事 你就相信嗎 你會見到更大的事 我告訴你 你會見到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的身上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這22年 我是不斷見到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的身上 我見到很多屬靈的事 兩個領域 那個的榮耀 在不斷發生 我是見證很多 我只是少少 信心的種子 很少 但是我可以見到更大的事 我見到更大的事 還有更榮耀的事 等著我們去見到 所以我們去回應 我們可以 跟聖靈有一種的相交 去回應它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